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竞选团队周二发表声明 用种族灭绝来定义中国政府在东都决散的所作所为 这份声明写道 维吾尔和其他手术民族在中国的权威政府下受到无法描述的压迫是种族灭绝 乔拜登以最强烈的态度表示反对 同一天新闻网站政治报道称 一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当局正在口虑使用种族灭绝的字眼 来描述中国在东都决散的政策 消息人士称如果没有足够的共识来使用种族灭绝一词 美国政府可能会指责中国领导人犯下其他暴行 例如危害人类罪和种族清洗 中国外长王毅8月26日访问荷兰并与当地外相布鲁克会面 后者就香港自治以及其他人权问题表达忧虑 布鲁克会面后发表声明称荷兰希望从强大的互信与中国合作 他向王毅表示香港政府拘捕传媒人士立法会选举延迟一年举行 以及北京实施港版国安法都是令人忧虑的情况 布鲁克亦在会面期间谈及其他人权问题 尤其是中国限制宗教自由的问题 指当地的穆斯林 基督徒以及藏族佛教徒都首当其冲 另外他就维吾尔人的情况同样表达忧虑 布鲁克在推特账户中的帖子中说 他与中国外长进行了有效的会谈 强调大流行后可持续经济复苏和合作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 荷兰维吾尔人团体在外交部前举行示威 抗议中国对维吾尔人实施大屠杀 并要求荷兰政府提出维吾尔人侵犯人权问题 港警8月26日上午再展开大规模拘谱 至少有16人招谱 其中包含民主派议员徐志峰与林卓廷 林卓廷的脸书专业也表示 周三早上6点警察抵达林卓廷处处 已涉嫌参与去年7月21日的暴动 以及去年7月6日在敦门经树外 串谋他人毁坏财物与妨碍司法公正等罪名逮捕他 据当地媒体报道 除徐志峰和林卓廷外 周三上午警方行动还逮捕了另外14人 该行动的重点是2019年7月的反政府抗议活动 去年6月在香港举行的民主抗议活动 急增了声势并连续进行了7个月 在此期间有9000多人被扑 美国已参与在南中海继续的施工以及军事活动为由 将24家中国公司和一些中国公民列入制裁名单 美国国务经蓬佩奥在说明声明中表示 美国支持自由和开放的南中海 无论大小如何 我们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权益 此外 我们致力于以符合国际法的形式 在海上捍卫和平与自由 声明强调 相关被制裁的人员姓名没有被透露之际 这些人的直洗亲属也面临签证制裁 此外 涉及参与南海建设和军事化的24家中国企业 被列入实际经丹 持续的暴雨导致长江及其支流的水位上升 并在各省造成洪水 据报道 洪水对四川、甘肃省和重庆市的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 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近期 甘肃省暴洪灾害造成水利涉事受损严重 直接经济损失达41.78亿元 而新一轮降水接踵而至 据统计 8月10日以来 甘肃暴雨洪水灾害频发 造成陆南、甘南、宁夏、定西、天水、平梁、重阳、兰州等 8个市州33个县区水利工程设施受灾 水利工程直接经济损失达41.78亿元 小伙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